这画面很惊人啊 新北市一名越籍劳工他去吵朋友 那么他就走到这个沙石的输送袋旁边 可能他不小心碰出头开关 他整条右手臂就被卷入输送袋 为了自救他自己把手臂给扯断 然后拿着手臂向外走了50公尺 不过因为湿血过多他不知倒下 整个画面呢刚好由女员工目击 吓得哭了出来 沙石场现场血迹斑斑 一名越南籍的劳工痛苦的躺在单架上 被救护人员紧急送上车 因为他的右手臂不小心被沙石输送袋卷入 他为了自救居然就忍痛扯断自己的手 整起意外发生在树林的一间沙石场 原来这名34岁的外籍男子要去找朋友聊天 不过疑似误触开关 他整条手臂被卷入输送袋内 为了自救他扯断手臂 向外跑了50公尺求救 最后伤众倒下 目击惨状的女员工也吓得哭了出来 我们到了现场之后 我们同仁给予包大直学 然后并利用冰镇的方法 将断臂带往亚东医院 为了避免全身被卷入 这名外籍男子忍痛断臂 他当时双眼发白全身痙攣 现在医生先把断臂接在右大腿 保持手臂不会坏死 但是首要任务也是先保住男子性命 手臂是否能接回 医生表示并不乐观 这是没有人节目 从崇岳退 露宗 露宗 谢谢观看